欢迎收看4月20日的市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加州最近两个月的物价涨势迅猛 从菜价到油价都让居民大呼好贵 有餐饮业者举例 35磅庄食用油价格今年涨幅近一倍 而且此次物价上涨 短期内难以消退 可能会延续到今年的年底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次物价大涨 哪些商品的价格涨势还会增加呢 今天的市说新闻就与您一起来探讨 经常买菜做饭的民众 对食材价格上涨一定是有感触 对于餐厅业者 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感受更加直接 那么我们平时吃的肉淡奶等日常食材 是如何涨的呢 让我们来听一听上海滩负责采购的孔经理的说法 现在东西涨得就是让我们都看不明白 就是餐馆最基本要用的油嘛 当时我帮到油 从1499现在涨到 但是刚才我买的还是最便宜的 还有那个肉 比方说我们用的老鸡 从原来的9毛9 现在涨到1块4毛9 就是要涨了50%了将近 从中国过来的那种调味料 我们自己要用的类似于 那个六月线酱油 正酱醋 这些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嘛 然后这个涨得也厉害啊 原来是24 现在涨到差不多10块钱吧 现在涨到36 就是说东西一直在往上走 就是没有那么明显 然后从两月份以后 三月份开始就很明显的上涨 本来是涨几分钱 那么我们感觉还可以接受对吧 后来变成涨几毛 然后涨几块 那就这个厉害来了 除了上海摊餐厅 NBC海宝餐厅也感受到了近日食材价格上涨的压力 各方面就算肉类也好 杂货都涨下 NBC海宝经理William表示 食材价格上涨是全方位的 从肉类到蔬菜 食用油到各类调味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而且短期内看不到价格回落的可能 考虑到经济仍然处于恢复状态 民众的消费力有限 食材价格上涨造成的经营成本增加 餐厅只能自行消化 因为一旦大幅涨价 很可能造成客流大幅减少 疫情期间本就受到不小冲击的餐饮行业 如今在遭遇食材价格上涨的挑战 让部分餐厅被迫减少菜的分量 很多餐馆就是把东西 比方说海参就是从去年的9月开始 本来是140块钱一磅的 一下子涨到280甚至300 这个太贵了 本来比方说一个order可以放三条磅 就是量减少 这个没办法 因为要揽住客人 东西是放但是会放量少一点 全美各地的消费者在过去两个月 都深刻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厉害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 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显示 每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今年三月间 上升了0.6% 创下近十年来单月成长最大幅度 在过去一年里 整体物价则增加了2.6% 汽油价格在今年三月变贵9.1% 蔬菜水果价格从今年二月以来增加将近2% 鱼肉蛋价格也提高了0.4% 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显示 物价不断上涨 接下来还可能变得更贵 农业经济学家奥尔维拉表示 受到油价上涨影响 消费者直到今年年底之前 买菜花费恐将持续偏高 他表示虽然蔬果业者将会增加产量 已符合市场需求 但等到出汇量真正增加 可能已经是今年年底的事了 其实物价上涨在各行各业都有体现 尤其是需要从亚洲进口货物的行业感受最深 和他欧美家具负责人Jerry表示 从去年开始 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不断的上涨 但是海运的船只货柜和人力的恢复都没有跟上 导致货物运输时间增长 佳月说 虽然自家公司自行吸收了运输成本的提高 但是他已经看到有些行业调高了物价 他说再这么涨下去 最后价格都要加在消费者自身身上 我觉得影响到不止家具各行各业都有 但是家具当然会有影响到 海运方面因为船开的少 导致要等到货柜 有货柜的这个船起出来的时间 反而会等比较久 以前是做好货马上就可以出货 从工厂就可能马上做好 隔两天你就可以出 但是现在做好货以后 可能还要再等个三到四个礼拜 然后才有船期 然后因为船现在开得少 然后才能开船出来 但是到了美国 也是15天左右的海运 但是到了美国港口 本来只需要三天清关 现在可能就还要再需要三周左右 因为很多的船运都在外海 等进港口 那因为这边可能疫情期间 所以港口的人员也减少了 然后速度也比较慢了 所以船的货柜把它下完时间就拖长了 所以就变成说到了港口的时间也长了 所以本来整个期间可能差不多18天 现在可能会到40天左右吧 造成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是多样的 例如疫情好转之后 不少行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工人人手不够 就会造成物品运送的延迟 有的工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疫情期间害怕外出打工 会将疫情传染给家人 宁愿在家里领政府补助 勉强能够维持生活开支就可以 那么物价飙涨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我们来听听业者的回答 又少开 然后所以就是导致要进货到美国来的时间拉长 大家缺货缺得很厉害 各行各业其实都缺货缺得很厉害 然后再加上海运的费用又提高了很多 那从以前两千三千到现在已经到七千八千了 你有感受到物价的上涨吗 物价上涨怎样影响着您的生活呢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事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